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6月召开了股东会,这是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最后一次主持股东会,他将从董事会卸任并退休。 前任董事长刘德因退休后,将职位交接给总裁魏哲嘉,台积电正式迎来换帅。 这意味着魏哲嘉成为台积电多年来首位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裁职务的人。 接棒董事长一直得魏哲嘉1953年出生,1998年加入台积电,2018年出任总裁,6年来与董事长刘德因共同带领台积电成长, 曾被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称赞是准备最齐全的CEO。 就在刘德因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嘉等一同进入会场时,现场随即响起热烈掌声,刘德因也挥手回应。 他说,今年以来谢谢股东的大力支持,使得台积电股价相对强势,这次股东会将讨论公司近况与未来,也要决定下届董事名单。 刘德因在致辞中提到,在去年机器较低的状况下,台积电今年又将是大大成长的一年,人工智慧应用带动先进半导体需求,是台积电强项,对于未来几年成长很有信心。 当被股东提问能否给大家一些建议时,刘德因幽默地说,就是买台积电股票。 刘德因表示,今天的台积电是半导体界公认技术领先的公司,不会以此自满,相反会加速研发投入。 人工智慧应用需要运算力仍远远无法满足。 他指出,全球人工智慧伺服器热潮持续升高,大力带动先进半导体的需求,而这正是台积电的强项,使台积电对未来几年的成长深具信心。 而魏哲家则重申,预计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推动2024的晶片行业复苏。 他坚持此前的预测,即不包括庞大的记忆体部门的全球晶片市场,今年将增长10%。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正以其近4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向海外扩张生产。 在本资股东会上,台积电两位高管都提到了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的工厂建设取得的进展,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 早在2020年5月,台积电就早早宣布了赴美建厂计划。 然而,这个项目的进展却一直不顺利,今年1月。台积电表示,在美国亚利桑纳州厂建设的第一工厂将延迟到2025年量产,而第二家工厂的营运时间更是延迟到了2027年或2028年。 刘德因主要强调称,在美国建厂成本自然比在台湾高,但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成本比其他公司还低。 魏哲嘉则强调,台积电的首要职责仍然是在台湾应用最先进的技术,然后再考虑将其应用到其他地方。 魏哲嘉在回应美国晶圆代工厂以及当地补助、工会等议题时表示,美国的补助确实低于建厂成本,但台积电将持续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在美国有很好的获利。 魏哲嘉称,这辈子都相信美国厂不会再亏损。 关于工会问题,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建厂初期曾传出与美国当地工会不合。 魏哲嘉表示,这是劳资关系,台积电在美国也在学习和工会相处,目前与美国工会相处甚欢,大家要共存共荣。 他坦言要改三个工厂,缺乏经验丰富的人员是不可行的,也希望让当地员工好好快速学习,目前进展不错。 就台积电的跨国布局,魏哲嘉表示,希望更多价值观一致,诚信正直,且拥有创新,尊重客户的人才加入,做事方法可能会有弹性。 全球制造足迹扩张对台积电的影响,是能让世界更多好的人才进来,希望创造一个工作快乐的环境。 对于海外布局,魏哲嘉说,日本政府其实早就询问,是否有兴建雄本三场的计划,但台积电目前预计,要等一场跟二场站门脚跟后,才会决定是否启动三场兴建。 全球地缘持续变化,台积电也必须应对。 魏哲嘉指出,确实跟客户讨论过,有无可能将所有产能移转至非台湾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哲嘉说,台积电在全球扩产的时候,既以台湾为主要生产据点,最先进制程都是以台湾为起源地,之后才会扩及到海外生产基地。 台积电扩产也都以台湾为最优先考量,目前也至少有80%至90%的台积电产能都在台湾,要全部移转到海外生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哲嘉最后保证说,台积电未来的投资,第一优先是台湾,第二优先也是台湾,第三优先还是台湾。 本次台积电幻届,恰逢台湾,正举行台北国际电脑展,许多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高管都齐聚台北,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英特尔执行长纪辛格和EMD执行长苏兹峰等。 这些科技企业领袖们都赞同魏哲嘉的观点,即在人工智慧热潮下,台积电在经历了多年的维米之后,今年将恢复本件增长。 目前,台积电是徽达最先进AI训练晶片的唯一生产合作伙伴,包括其最新Blackwell架构晶片。 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暗示,他正在考虑提高公司在人工智慧AI晶片生产服务上的价格,并表示他已经与徽达执行长黄仁勋,詹森·弗外讨论了这个问题。 魏哲嘉表示,他确实向徽达执行长黄仁勋抱怨过,他们的产品太贵了。 魏哲嘉还认为,这些产品确实很有价值,但他也在考虑向徽达展示台积电的价值。 值得玩味的是,魏哲嘉把黄仁勋称之为三兆家伙,因为台湾当地媒体估计,黄仁勋身价达到三兆新台币,约合926亿美元。 魏哲嘉说,考虑到徽达晶片的价格以及台积电在其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提高生产费用是个顺其自然的想法。 任何坐在家里的人都能想出这个策略。 总体上来看,台积电如今处于全球人工智慧热潮中心,其掌门人这次换届也引来万千瞩目。 不过,无论是旧掌门人魏哲嘉,还是新掌门人魏哲嘉,都对AI浪潮带来的巨大需求前景充满信心。 刘德音表示,今年将是台积电大成长的一年,且在AI应用需求的驱动下,公司对未来几年的成长深具信心。 而且,AIPC成为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2024的焦点。 针对AI带动的风潮,魏哲嘉则说,现在AI才刚开始,生活中会有越来越多BI应用。 就如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所说,前途一片光明,台积电也认同,且台积电技术领先,会持续保持该优势,并在未来几年持续占据领先地位。 只不过这次魏哲嘉向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出即将提高AI晶片代工价格的预告后,在双方各自擅长的领域,几乎都没有强力竞争对手的背景之下,未来能否好好合作,共赢未来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看点。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